水火热河 水火热河 字面很容易解释 水河很大水 波浪经常翻滚一条河 这边就大火起火 火是这样烧 那条河是一条火河 当然它有比喻 它不会是一条水河 一条火河 我们知道佛法来说 它是用水来代表贪 贪爱 贪爱 我觉得这词的 说法也很好 所以佛教不喜欢这句爱字 佛教不喜欢这句爱字 因为贪爱 爱也是贪 是真是贪 爱你喜欢 喜欢那样东西不是贪 那些人怎么跟 喜欢和贪 就是你不明白 你喜欢就是贪 贪包括喜欢 是这样的 我喜欢漂亮 贪 所以别人说你贪是对的 不是骂你不是贼你 其实是对的 爱就是贪 就是贪 因为有种欲望 这种贪是很差的 在顺境时 但在顺境时 人们都是想的 在人的世界上是正常的 但是它会形成你的贪心 因为你很想保持这种顺境 你知道吗 但是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 整天都这么顺境 其实是真的不可能的 人生不如已是 多少 十上八九 这算正常比较好的 有一二是好的 所以你很想保持一二 人之常情 那你便贪 你便很想 但是贪人贪 你是得不到的 其实你是求不得的 你是得到贪 你的心很想 但是得不到 所以人就是很痛苦 人就是这样 其他的 逆境 逆境是很痛苦 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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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不想要 但是 又会形成你另一个执着 你便会生气 你会发脾 在逆境时 人就会 亲人心 大力强 大力容易发脾气 这个火荷 就代表我们的亲人心 这两种东西 是最猛烈 最厉害的 影响我们最大的 本来还有个痴 这里就背了前头两个 就是贪 亲 本来有个痴 痴 痴 就是 愚昧 其实对于人来说 是很无雷的 因为我们的层次问题 有时痴 也是很大的问题 你就是这样的 认知水平 你明白吗 整天说起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整天听我问 你的层次低 你太多是脏着脑 脑 不得开发 不得开阔 不得清晰 不得开阔 那便只要脚脏 想起一边 所以你很容易跟人家 吵架 原因是很多事情 本来也不关你事 你也以为人家说你 你便如痴 你知不知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人造成的 看我们都是讲书不得人 我记得有些前几年 偶然间有时在加拿大回到乡下 那些亲平即日 知道你很日子都不回来 当然人知常情 都是算题 那些人请你吃 每个人请你吃 每个人拖着吃 每个人拖着吃 所以你们全部都是应酬 吃完这一餐 就想着下一餐吃什么 一直想下去 那些菜谱 常常在想菜谱吃什么 你知道吗 哦 因为你常常吃那些食 对食 不想重复 这就是贪 那更多 我发觉很多我以前的朋友 有些同事 他们的环境好 所谓赚到钱了 变成讨厚 你知道吗 更离谱 更离谱 是真的很离谱 他们也是这样的生活 又是这餐还在吃 就是在吃一餐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谈下餐去哪里吃 还有吃什么 还有怎样吃 是这样的 原来都是人的生活 所以你想起来很可怕 贪真 哎呀 说些不真